练义师在斗破苍穹之中是一份十分特殊的职业 但是由于成为练义师的条件太过苛刻 所以真正的能够成为练义师的人 无一不是天才级别的人 而高级练义师就更是风毛灵脚的存在了 本期内容就来详细解析一下 斗破苍穹之中最强大的十位练义师 第十名 耀晨 九四丹雷八品练义师 耀晨是孝老的全名 乃是原古八族这些孝族的族人 从小就对练丹有着极高的天赋 只可惜孝晨的斗地血脉太过稀薄 为刑罚长老逐出了孝族 后来孝晨为了证明自己 在中州努力修行 小丹塔长老韩珊珊看中了孝晨的毅力 就将他收为弟子 在老师的帮助下 孝晨获得古力冷火 修为突破到斗宗级别 更是在后来的丹塔单会上夺得冠军 自创生灵之法 必须为中州年轻已被第一练义 若不是因识人不明 被自己的弟子寒风投血 变成灵魂底 恐怕他的炼丹术还会更进一步 在前往远古一季之前 耀尘就已经达到了八品巅峰炼药师级别 就算后期变成灵魂形态 炼丹能力也是相当的强大 如果当年耀尘留在丹塔 现在的三大巨头之首非他莫属 耀尘在斗气大陆炼制的最高等级的丹药 是与丹塔大长老联手炼制的 是一枚九品宝丹 因为悬柱中耀尘没有独自炼制出九品宝丹的经历 因此只能算八品巅峰炼药师 第九位 丹塔大长老九品宝丹宗师 丹塔大长老是一名二性斗胜强者 本身也是一名九品炼药师 并且在炼药师中辈分极高 就是药老看见他也得值晚辈之力 文中虽然出场不多 也没有描写他是否独自炼制过丹药 但是从小丹塔内众多长老对丹塔大长老的态度 就能看出很多问题 丹塔大长老的手底下有叶群八品顶尖炼药师 其中有一位猴老怪 去硝烟比拼炼药术的时候 炼制了一枚九色丹云的八品丹药 连手下都可以炼制八品顶级丹药 那么丹塔大长老毋庸置疑的乃是九品炼药师 当时硝烟炼制出九品宝丹 要了悄悄告诉硝烟 不要小看丹塔大长老 其炼药术不在硝烟之下 第八位 万火长老九品宝丹宗师 万火长老乃是药族第二强者 六星斗胜后期实力 第位仅次于药族组长 并且还拥有一伙九油风塩 是一位快要触摸到九品玄丹境界的炼药师 九品玄丹炼药师含金量非常高 含成夺天地之造化凝聚而出 比如丹塔老祖的本帖 乃至一枚九品玄丹 就连魂天地都垂涎无比 万火长老在药族大典上 与魂须子等人比拼炼药术 私人都要炼制九品玄丹 组长药丹给万火长老的评价是 炼制出九品玄丹的概率 不会超过两成 但实际上万火长老最终炼制出了九品玄丹雏形 丹药成形说明至少成功了一半 不过最终还是没炼出来 因此可以判断出万火长老是顶级九品宝丹 组丹雁丹还差一步 但别看这小小的一步 很有可能这一生都无法达到 第七名 魂须子 九品玄丹大宗师 魂须子是魂族的顶尖练药师 实力达到了七星斗圣 与魂族四魔圣处于一个层次 但身份和地位要远超四魔圣 掌控着虚无吞颜最强的紫火 肥人阴险狡诈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 魂须子在药族大典的时候来到药族 想在药族毁灭之前 获得渡气大陆第一量式的称号 狠狠地打药族的脸 在炼制丹药之时 魂须子凭借虚无吞颜紫火的能力 抢夺大殿中的能量 甚至还吸收了一部分其他人丹药的力量 让自己的丹药凝聚速度快了不少 但这个举动蛇恼了消炎的火灵 直接将魂须子的丹药雏形抢走 升进了消炎的火炉之内 魂须子比丹塔师祖强势毋庸置疑的 丹塔师祖好功了毕生心血 才将九品玄丹炼制出来 魂须子则清除玄兰胜玄兰 给他药材现场就能炼制 所以魂须子的炼恶术不在丹塔师祖之下 但可惜丹塔师祖有炼制出九品玄丹的案例 而魂须子并没有成功案例 因此在实际战绩上对比 魂须子弱于丹塔师祖 全人低调 甚至在整个斗气大陆都很少有人见过 虽然神龙老人不出名 但他却是一名护真价实的九品玄丹炼师 更神奇的是 他掌握着异火板排名第五的生命之言 不但可以催促药层 还能够提升自身的生命力 是最适合炼丹的异火 在药族大典的时候 神龙老人把药草种子扔进生命之眼中 种子很快就成长为九品玄丹所需要的药材 并且提炼的时候非常顺利 低调至少能让神龙老人的炼药术增加半长 因此要比万火长老要强大不少 如果魂须子没有吞噬神龙老人丹药的能量 九品玄丹还真就有可能被炼制出来 毕竟从始至终 神龙老人的炼丹步骤都行云流水 第五名 药丹 九品玄丹大宗师 药族所找药丹是200年前大陆第七炼师 炼药术远强于万火长老 在药族大典之上 药丹能一眼看出万火长老的成功率 和药界只能诞生一枚九品玄丹 就说明药丹对九品玄丹的炼制过程非常熟悉 这些药丹为人过去虚服 面对魂族的小动作视而不见 魂虚子输掉比赛后就开始上嘴脸 羞吞岩和四位七星动物圣围攻药族 最终药丹自觉愧对仙族 自爆给萧丹和102等人撕开一道口子 让萧丹等人赶紧逃走 堂堂药族组长就此险落 整个药族也因此覆灭 第四名 丹塔师祖九品玄丹大宗师 丹塔师祖是曾经的五大制强者之一 和魂天帝 肖玄 古玄等人同等级的强者 实力达到了九星斗圣天风 同时也是当时唯一一名九品玄丹炼药大宗师 曾炼制出一枚变异的九品玄丹 这个弹药 赎金已经是丹塔的守护者 魂殿成立之后 一直暗中抓取灵药师 丹塔师祖本想将魂殿一掌莫平 但是远古蒙约约定 不允许五星斗圣以上 丹塔师祖只能无奈作罢 但是还是不顾反对 组建丹塔 将整个斗棋大陆的炼药师汇聚在一起 对魂殿业务造成了严重的打击 庇护了全大陆的炼药师 可惜一个人的出现却改变了这一切 这个人就是魂殿的魂居子 魂居子是丹塔师祖的弟子 当初在魂居子还是婴儿的时候 就被丹塔师祖捡当 居子发现魂居子灵魂力出众 便将他当成了清传弟子 将毕生所学传授给了这个孩子 虽然并未造成太重的声势 但是从此之后 丹塔师祖郁郁寡欢 他的生命也因此走到了尽头 在生命要终结的那一刻 他决定再炼制一枚九品玄丹 因为在炼制这枚丹药的时候 丹塔师祖非常悲伤 他的情绪被这颗丹药吸收 发生了变异 居然成为了丹塔师祖的一具分身 丹塔师祖陨落之后 这枚丹药就一直守护在丹塔 成为丹塔的第二位掌控者 很快修为就突破到五星斗圣 后面又突破到六星斗圣 本体也从九品玄丹 逐渐朝着九品金丹进化 有人说丹塔老祖 其实就是丹塔师祖 只不过是放弃了兽身 选择以丹药的方式继续存活 这样就可以获得悠久的生命力 当丹药进击到地品丹药的那一刻 就是丹塔师祖成就斗地之时 不知道这个说法大家认不认可 第三名 硝烟 九品玄丹烈药大宗师 硝烟的炼蓝天赋 一直都可以的 斗师时候就能炼制出 远超三品丹药的三文清零丹 斗皇时候就可以炼制出 七品终极的天魂熔血丹 更是在四星斗宗的时候 却炼制出 引来了虎色丹蕾的八品丹药 要知道 当年药老在丹会上夺冠 炼制出来的丹药 才仅仅六品丹药 由此可见 硝烟的炼丹天赋 远在药老之上 早在硝烟晋级斗圣之时 炼药数据已经超过了药老 独自一人使用上千种药材 使用连药老都看不懂的炼丹手法 炼制出九品菩提大黄丹 让整个小丹塔都为此震惊不已 而且硝烟炼制丹药的成功率很高 第一次炼制出九品玄丹 就是在药族药点之上 并且硝烟不久之后 还在节目中炼制了第二枚九品玄丹 让自身实力从六星斗圣中起 一举突破到七星斗圣初级的地步 连续炼制出两枚九品玄丹 并且没有丝毫失败率 硝烟的炼丹术 当得起斗气大陆第一人的称号 第二名 鸵舌古地地品炼药师 有一些小伙伴不理解 鸵舌古地明明是一朵异火 怎么还会炼丹呢 这就要从成为炼药师的条件说起了 炼药师需要火属性 携带一丝木属性的斗气属性 而鸵舌古地是所有异火的总和 排名第五的生灵之夜 正好就是木属性 所以鸵舌古地满足成为炼药师的条件 斗地洞府中的地品除弹 就是最好的证明 当年在炼制这枚丹药的时候 鸵舌古地发现 一旦将丹药彻底炼制成功 这枚丹药就随着时间推移 获得斗地力量 到时候斗气大陆就无人能够治它 因此只能将丹药炼制成半成品 并留下化丹神诀 希望这枚丹药能够帮助虚无吞弦 成就斗地境界 但可惜地品除丹最终是被昏天地得到 并炼制成功 第七名 药地地品料施 药地是药族的老祖 以药正道第七人 使用药顶生生烘盖打进世界大门飞升而去 他的后代都对炼丹有极高的天赋 更使一些族人 天生就携带特殊的灵魂体质 灵魂力量远超其他人 焦银正是因为这个特性 才被药老传授料数的 由此就能看出 药族族人的确是天生炼丹的天才 斗破苍穹玄柱中并没有出现过药地本体 出现的是选古时期留下的一条残魂 当时药族族人取出族内所有丹药 形成一个阵法 唤醒了沉睡中的药地残魂 但是因为药族已经没落 根本无法发挥出阵法的全部实力 药地残魂只能爆发出 八星斗盛巅峰的实力 最终被徐吞颜打散 好了 斗街大路的十大灵老师 对比到这里就讲完了 感谢大家的点赞与支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